有一個藝術畫派叫做低線藝術 我看他們的東西就是圓滿感動的 就是那麼簡單 就是很自然的一些東西 很集合很有哲學性的一個東西 我就是一時間的一種 想把一時間的一個行動的表達 所以現在所謂的純粹藝術 還是人人非常重視的 從小就在這個環境裡面長大 自然而然你對繪畫方面的東西很有興趣 我對雕塑是從來也沒想過要當個雕塑家 到今天為止我自己都覺得我很奇怪 我怎麼最後變成一個我重要的藝術表現的這個主題 這個形式就是搞雕塑 就是六八年才開始有作品了 大概我開始就是台灣有些工廠 新的工廠成立什麼印花工廠 印花部 那麼我就是在做這個布紋圖案設計 大概搞了七八年之久 那麼另外有一個叫做手工業推工中心 主要是發展台灣的家庭工業來做一些現代的設計 可以做外銷 讓美國人可以使用的東西 這個時候才開始搞立體的東西的設計 才開始跟這些材料 自然材料結束 之後還要去提取大量的美國的這種家庭生活的一些資料 一種裝飾的東西 擺設的東西 對我來講的話是另外一個大轉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新的知識 也是新的這個創作的一個路子 在這個十年的磨練裡面 你對於立體的東西做立體的一些材料 你已經很多已經你弄得很清楚 我是希望做有形的東西 還有一個哲學性的意味在 我的形的東西不是隨便怎麼一個三角或者一個圓 就是叫做幾何不是這個意思 奧克利德就說這個幾何原本 這個幾何原本現在是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都在採用的 都在使用的一種教材 現在的設計 現在的建築 現在的工程 都跟幾何有關 之後很多這個幾何同時包括這個宇宙 萬物所形成所產生的各種關係都在這裡面 所以幾何原理它有多少個原理 多少個公理 它都是跟這個人的生活 跟宇宙的變化 跟天文 都有關係 通通有關係 在數學上來講的話 什麼叫做無限 數學家沒辦法說無限是什麼東西 我是雕塑家 我不是數學家 我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一乘一是一平方 再乘一的話是一立方 就是那個立體東西 所以它不是叫做一 就是一立方 一平方 一立方 就是一直這樣的發展下去 我都是一個方塊再加一個方塊 再加一個方塊 幾個方塊這樣連起來 它也是無限 它是無限的一個觀念的表達 這是你眼睛看不到的東西 我給你做成了 你看得到 我可以用數學的方式來解釋它 這是低線的無限 這就是我的作品 就是幾何 我的雕塑 雕塑還空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空間 慢慢摸不到了 可是你看得到 是一個無形存在的一個形 概念變成一個具體的東西 所以我盡量在這些方面去追求 會不會找到 會不會找到 它是一種的空間 像是生命的為你 這一種的空間 一直在一起 搶多久 那種風餐